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L调查局 爱情理可不可以有谎言 不可以 你呢 不可以 如果是善意的谎言呢 善意谎言感觉可以耶 我可能也会说话 你变胖了 然后问男友是不是说他讲实话 这一趴我要希望他跟我讲实话 我会说你一定要说实话不会生气 然后我真的不会生气 那你呢 我说喜欢上别的头发 你很在乎他跟他前女友出去 但是他跟你解释八百万别 我跟前女友真的没什么 然后有一次真的跟前女友出去 骗你说我只是跟一般没有出去 那那不行 我不能 我觉得这是一个一开始原点的问题 就是不能跟前女友 跟前前女友 就只要是前系列都不行 我就可能找前男友出来啊 所以说 牙还牙 对 那有没有曾经对方在说话被你抓包 有啊 别人说话我都会抓到 可是我就是那种 时间久我就会发现那种 对对对对 那他想另外问如果他买一个包包给你 他就说我这是精心挑选的 就拿给你看你就会觉得是很丑的 他那种吗 那你会怎么样 我会觉得还是一个新衣 因为我觉得每个眼光不同 我会说啊 谢谢 就脸蛮明显就是没有很喜欢 有没有曾经你们两个谁说谎 然后你明明知道他在说谎 你不戳破 没有耶 他被我发现就直接被我戳破 所以到后面他就不敢 爱情里面可不可以有谎言 善意的谎言我觉得可以啊 如果说他送你一个包包 他精心准备很久 结果你不喜欢 我应该会表现得很开心 我送你送你的包包 你不喜欢吗 我很喜欢 爱情里能不能有善意的谎言 可是我没有交过男朋友 那你想像的话 如果你未来男朋友的话 你会选 大家都好的话 就是可能身材啊那种的 胖的话就大家一起胖就好啦 前女友出去不跟你讲 这个可能就不行了 我觉得爱情里可不可以有谎言 比较善意的谎言我还可以接受 比如说什么健身 然后大家想说也还好吧 然后还要忍不住 我觉得好像有点腹肌了 有那个线条就 我觉得那个还可以 有感情上面的一些谎言 比方说他跟前女友出去 哦 我就抓过啊 应该只是朋友吧 然后结果就劈腿了啊 所以善意的谎言可以接受 但要看生活习惯太吵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但你还是会选个善意的谎言 真的没办法 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很直接很大方 对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坦白的 去表达她们的想法 嗯 我觉得理论性上面的话 大家都说是好啊 我们当然我们也可以接受一下 善意的谎言 对 但真的放到那个状况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如果情侣一起旅行的时候 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金额 诶 旅行的时候 你不是有很多 就是很多很多的花费 其实都可能是一起做的 对 所以那这个要怎么算 没有 我觉得是像机票啊 住宿啊 租车啊 这种其实是已经固定的cost 我觉得就可以就是AA制 那我觉得男生那时候 如果觉得说 你有体绪女朋友在这个地方 其实很用心 事实的释放 多一点点的 就会让女朋友其实就很开心了 就说你不是跟他这么计较啊 一定是一言一半这样子 嗯 我就觉得 可能住到一起的时候吧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完全的AA 但最起码可以到一个 AA- 就是我们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 couple 来说 如果你们都已经住在一起了 那也许有一天 就真的会一辈子住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开始来经营一个家庭 这个好开始 其实你见到真爱的时候 其实真的会有 怦然心动 小路乱撞的感觉 就是定一眼 可是相处还是很重要的吗 所以老婆你是相信一件同情的 我当时看到你就碰然心动的感觉 嗯 一定要跟他说一下 哈哈哈哈 之后还是有很多相处上面 那我觉得之后相处起来 大家舒不舒服 能不能够沟通 他是不是体谅 这才能够决定 是不是能够走下去的真爱 你相不相信有真爱 我当然相信有真爱啊 其实呢 真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 你会非常非常在意对方的快乐 他的快乐 他的感受 也会影响到你的快乐 跟你的感受 嗯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迹象 而如果不是真爱的话呢 你会比较在意自己快乐 那你有觉得我以前有追你吗 没有没有没有 可是你让你自己 是一个很容易被追的 毕竟我都搬到你家附近 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 哇哦好巧合哦 对 嘿 这真是缘分啊 对 我自己的我来想 男生是主动追的这一方 但是女生绝对是主动邀请的那一方 就是说 常常会制造一些缘分 说哎怎么那么巧哦 我们连了几天 我们可能都会出现在这边 但是呢 这句话也不是说是自己讲出来 让对方去注意到 哦 嗯 我觉得女生主动追男生 是不错的 可是有一些方法 都用一些你的心思 然后让对方 慢慢觉得说哎 你在他的生活当中 不可或缺 嗯 嗯 所以结论是 让男生主动 但是呢 女生还是主动提供那个机会 对 让他可以主动 对 嗯 他已经帮你挑礼物了 他真的会很想看到你一直拿 如果你不拿 就代表你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喜欢 嗯 你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跟我说的吗 是吗 我好像就让他躺在柜子里面 蛮多年的 哦 谢谢 对 嗯